天啊 太萌了吧 高雄大港橋下 倒入成千上萬隻黃色小鴨 陳群結隊在水面上飄呀飄 超級壯觀 看大的 然後還有看那個一萬隻流過來的 不只是看大隻的黃色小鴨 高雄市府二十四號元宵節下午 投入多達一萬五千隻小鴨 入海漂流競速 冠軍可以獲得東京來回機票 黃色小鴨飄飄和超級療癒 吸引大批民眾 現場擠得水蟹不通 是等了大概半個小時 才看到第一隻鴨 沒有車停對面 然後就過完 為什麼都不會走 就全部都卡在那裡 有不少民眾抱怨實在又熱又擠 甚至還有人因此中暑了 很有熱情啊 男友貼心的用衣服替女友遮擋山峰 希望能夠緩解中暑的不適感 而這一片黃色小鴨海可愛歸可愛 有民間海洋保育單位 擔心會有漏網之鴨 我們這些小鴨 我們經過清洗之後呢 那我們會送給我們在原鄉 還有在我們的醫院住院的小朋友 還有特殊學校的小鴨 每個人在送他們一隻鴨子 為了不讓小鴨一輸賽道 活動採用籃組密度較高的 充氣式籃油鎖 來設置賽道 現場也有船隻確保小鴨在圍起來的 跑道內競賽 而每一隻小鴨上面都有編號 活動結束之後會妥善處理 不如讓黃色小鴨變成海洋垃圾 TVBS新聞愛秀寫你才能夠熟悉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